九十多歲啊 快等死啊 我又不能死啊 上帝不讓我死啊 有人想死就死不到 有人不想死就死到 當我受到 當我睡了 九樓都不住寧願睡街 到底是什麼事呢 二年九十二歲的潘婆婆 已經露宿深水埗街頭至少三年了 經常都看報紙的她 身邊雜物堆積 她年初接受內地網紅 Jimmy爸爸在香港訪問的時候 仍然精神逆逆 可以對答流暢 半婆婆透露老公八年前過了生 她現在每個月拿大約 四千元的長者生活津貼 晚上等附近檔位收檔 就會躺在那裡 死了八年了 八年了 雖然日曬雨嵐 又曾經被人打劫 但是潘婆婆都很開心 認識了很多朋友 很開心 很多朋友 好像你這樣 走過來聊天 那你晚上住在哪裡 那你晚上住在哪裡 在那裡 在那裡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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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條街都是 在那裡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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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打風就慘了 不過她其實不是沒有屋住的 潘婆婆曾經扣入 旺角一個價值 400萬港幣的唐樓單位 目前仍然還是業主 被問到為什麼不在家裡住 潘婆婆就解釋說 因為家裡很亂 而且老公過了生之後 自己一個在家裡覺得很悶 反而在街上睡 可以體驗到人情冷暖 也有很多人找她聊天 潘婆婆的故事 引來網民的熱意 不過不少網民都認為 無論怎樣都好 回家住也好過睡家